二十五年 全埋有理 有你們熟悉的 聲道聲音 各位美國青島中文電台的聽眾 我是時事館掣家的霍永哥 今天很難得在戶外跟大家講幾句話 現在這裡身處的地方就是新加坡 大家見到後面是市中心區 在遠邊還有這個地標建築 這段時間因為香港被傳統基金會 剔除在世界自由度排名之後 新加坡成為世界最自由的地方 不過問本地人 他們可能都支持政府 信任政府 但新加坡是否自由呢? 肯定的答案是否否定 因為這裡對傳媒的監控非常嚴格 就算在社交媒體上有些出位言論 或者是踩界的 或者是不實的言論 隨時都可能被告上法庭 不過講到言論自由 這幾年因為長期做時事館掣節目 得到很多不同知識的來源 就發現 雖然表面上我們有更多的渠道 但因為太混亂 太多謠言 所以我們未必能夠得到更準確的新聞資訊 尤其是不少的傳媒 像歐美的傳媒 本身都有帶有強烈的立場 不單止會避重就輕 甚至雙重標準都是私空見管 有些時候甚至會用假消息 以假亂真 所以這個年代要得到準確的新聞訊息 一點都不容易 所以都很感謝這幾年 和時事觀察做節目入面 自己都對世界的認識 有了更加清楚的看法 今年就是星島中文電台的25周年紀念 在這裡我都希望能夠 繼續保存著傳遞全面 和準確的資訊為目標 希望我們能夠真正達到最接近事實的真相